总算遇见明白人了 那我能去看看您的实验室吗 您带路 您带路 高教授 您还需要多少研究资金啊 两千万 有两千万就有所突破 两千万 两千万倒是不多 这钱我可以出 好啊 但是你要跟学校说 这笔捐款呢 是专门捐给我的实验室的 我是想以投资的方式加入 我 也行 那你呢 也要跟学校谈 要是我只想跟您谈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 给您成立一个公司 你想让我离开学校 高教授 据我所知 学校一直在削减您的研究经费 甚至有人提议 关闭您的实验室 对 你还了解的挺多的 学校早就把您的研究 视作鸡肋了 我相信要是价格合适 他们很愿意出让您前期研究成果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您就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边 心无旁碍地搞研究 再也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了 你一定是有条件的 我只是要在您的公司里占点股份 多少 百分之六十 两千万 两千万你想要我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高教授 天使轮的投资一般都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而且还要规定 在五年内获得五倍的回报 我要能做到的话 我不是现在这个状况 是啊 其实您甚至不能保证两千万有突破对吧 高教授 业内对您的研究并不看好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 认为您这是南辕北辙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 认为您都不可能成功 最权威的科学杂志预测 无膜电池想要成功 并且实现市场化 至少还得二十年时间呢 那你 对 在找我干吗 我是做投资的呀 我对风险的理解 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绝对不接受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听着是有点高 但是您别忘了 我可是在承担百分之九十九的风险呢 走吧 走吧 高教授 我跟您说啊 我相信不会再有任何人 拿着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时间 来投资一个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失败的项目了 我要上班了 工作 好 这是我的名片 您要是改变想法了 联系我 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告辞 快 你别哭了 你说话 我需要用钱 我就找了一家公司 借了十万 你需要钱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才刚把我还了十三万 我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 说好这十万 两年换十四万 每个月六千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 每一个礼拜换六千 怎么可能 我见了头的时候 没有仔细看 这么重要的事 你都不仔细啊 到合同那么混 我怎么看得过来嘛 那你就是混该 思雨姐 别骂晓菱了 她已经够伤心了 她 她们昨天来要钱 我没饶 她们就 我现在东西路里 所有人都收到 只要担心我以为 我只会联系 这人 你们找谁啊 不了解 有朋友在啊 正好啊 怎么样 今天能还钱吗 还不了 找朋友心机借一下呀 你们发的那样的短期 谁还借我钱呀 我 你嘴还挺硬 我告诉你 今儿你要不还 我还有更厉害的给你 你怎么这么粗鲁啊 我们是来帮顾小姐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吓人的 顾小姐 你要是真还不出来呢 我帮你注意注意 你另外找一下公司 从那儿把钱借出来 先把我们的还了 你这是套路带 千万不能啊 那你先帮他还了 行啊 赢我十万零六千 拿钱 顾小姐 我们的手段呢 你也见识过了 主意呢 我也帮你出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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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